全新的Veco Pro进步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Tennis Family 好久不见 那今天呢 我们测评的是2021年UNIX第三代Veco Pro 97 310克的版本 那么为了测评这支星球派呢 我也把自己钟爱的DU-G97拿出来呢 做一个体验以及对照 那么今年UNIX呢 给这个系列的每一个产品呢 做了一个新的命名啊 但是拍面和重量呢 是维持一致的 那其实呢 整个拍模式重新设计过的啊 UNIX也展现了它充分的一个诚意 可以看到呢 整个球拍呢 采用了一个90年代初的一个炫彩的一个复古的涂装啊 非常的惹眼 只是呢 我期待的一点金属的颗粒感啊 并没有出现 拍模的变化上呢 整个拍框从20毫米啊 变成21毫米啊 拍轴也更长 截面形状呢 做了优化 这个呢 优化了球拍形变回弹的一个能量反馈啊 整体呢 也更加的稳定 那么配方中呢 加入了第二代的一个NAM的技术啊 那么VDM的手柄呢 一个减震网呢 得以保留 加入了新的一个叫做FlexFuse的技术啊 让球拍的整体的触感啊 更软更柔和 那么参数上呢 97的拍面 16x19的线窗 310克的裸重 310毫米的微穿线平衡 21毫米的拍框 318左右的穿线后的灰重啊 那么硬度呢 比前作软很多啊 到了线后 62A的一个水平啊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自己的这一只呢 换了海德的皮饼 在10到12点钟的方向呢 一共加入了大概4克的一个铅片啊 穿线是主线 海德Velocity 然后横线是TagniFiber的Visacode 最终呢 是342克左右的重量 315毫米的线后平衡 而灰重呢 也是接近了330 那么大家呢 别忘了订阅跟点赞 我们的视频以及频道啊 我们正式进入测评啊 那么这只球拍呢 在没有任何改动的时候啊 给我的第一印象啊 差强人意 对球的充分的连接感啊 不够啊 整个球 整个现场的偏懒 那第一感官呢 就像是Blade的第7代V7啊 那么球拍的力量呢 也不足 那整体的球的弧度也低 深度也不足 球也没有穿透力啊 那么因此呢 这只球拍对于我来说啊 加重是必须的啊 这也是你可以看到 我在拍头呢 部分加了不少的重量 去提升啊 随会以及力量潜力啊 那么另外呢 我想聊一聊 UNIX手柄的这个形状啊 那么基本上常见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啊 底盖塑料的这个部分啊 整体的形状非常平 很多球员难以适应 那么这个呢 一般来说 你可以换其他形状的底盖 或者呢是在底盖之上 底胶之下啊 加一层或者几层的胶布啊 实现一个增大的一个效果啊 来弥补 相对来说 它比较平的一个不适应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我个人的一个抱怨 就是UNIX的手柄形状啊 稍微要显得粗壮一些 我个人购买 其实是减小了一号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自己在使用Dunlop或者Wilson的时候 我是使用了二号啊 换批饼加手胶 而UNIX呢 我个人使用的是一号啊 也就是八分之一 那么也是批饼手胶 那么整体的握杆的粗细大小啊 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你在购买UNIX的时候啊 我觉得手柄的尺寸是需要关注的一项啊 聊回到手感 那么很多人说啊 手感这个东西很主观 尤其是好坏手感是没有严格界定的 我整体是同意的啊 但是呢 它并不代表手感就完全没有参数去做一个参考啊 或者说去做一个侧面那个衡量啊 那么大家常聊的一个硬度呢 当然是一个指标 那么还有一个另外的高阶指标呢 就是球拍的震动频率 那么TW呢 它其实对球拍的震动频率啊 做了一个测量 那么我给大家汇总了一下 我自己喜欢的Ultra Tour和Ultra Pro呢 是144赫子 那么2021款的CX200Tour 16x19呢 是138赫子 那么18款的VCP的97310呢 是142赫子 ProStuff的V13呢 是143赫子 DUG97呢 是147赫子 而Blade V7啊 是133赫子 一用98的Tour呢 是131赫子 新的VCP97310克 只有129赫子 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 还没有什么概念啊 那么我就把这一支球拍拿出来啊 敲击一下现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这个听到的声音的高低 以及响度 来自己做一个判断 那么这几支球拍呢 我穿线都是一样的啊 棒数上呢 上下的差距也应该只有2磅 一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因此这个实验也几乎印证了我的感受 整个球拍的震动过滤稍微有一点点多 偏高的频率震动就很少 填区外震动就更少了 整体就显得糊弹性也不够 填区大小比前座稍微有些放大 但是定义的不清楚 比之前的VCP跟DUG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UNIX可能是想把所有系列的手感 做的相对来讲比较统一一些 整体都偏安静一点 这一点说实话 我个人是有一定的保留 换皮饼或者说拍头加重量 是有助于球在线床上停留的时间增加 并且球拍震动对身体的传递多一些 但整体来说跟我的期待是有差距的 当然这个硬度 这个球拍的舒适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是比前座是一个进步的 那么再来说说我觉得非常惊喜的部分 那么就是稳定性 我确实很惊喜 包框的球拍这么低的硬度 整体的稳定性做的这么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并没有在三九点中加重量 那么这个提升对我有两块很大的帮助 第一个是揭发球 我反守卫单反去顶的信心是上来了 那么整个使用的比例也增加了 整个回球的稳定性我也很满意 那么第二个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上来了 明显的手转弓的侵略性 以及拿分的程度提升了 那么这支球拍在我看来变成一个全场进攻型 并且兼具更多底线防守反击的一个风格的一个球拍 这个其实对于比赛是一个大的利好 那么底线上控制没毛病 旋转潜力没毛病 只要你有灰速 球在落地后的前冲很足 但是整个出球的弧度要略低一点 比我的200Tour以及Ultra Pro的16x19都稍低 这个其实我挣扎了很久 我确实有不少打到网带下网的事物 那么二一个是不加重 这支球拍的力量还是低 那么即使是我自己加重的Ultra Pro的一个参数 我觉得它的深度来的都稍难一些 打中阶球相对吃力 但是比较好的稳定性 让这个球拍在底线 抵御中球的能力确实变好了 相持的能力增加了 那么发球的部分不加重 整个一发的平地的穿透力不足 找点跟指向性没有问题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支球拍的上选发球 整个球拍的旋转潜力能有一个不俗的体现 并且看似球速可能并不绝对快 但是整个球的质量是不错的 那么揭发球呢 我自己确实受困于回球弧度的问题 下网多了一些 因此呢 我其实不敢冲的太平了 但是这个稳定性的提升呢 对我面对中球的自信心呢 也多了一些 那么整体来说呢 就是我正拍失去了一些轻悦性 反拍呢 我得到了一些稳定性 总体来说是持平 那么节肌跟放小球的部分呢 我非常受困于受感 整个精准的感觉 我一直没有找到 偶尔有一些放的不错的球 但说实话呢 我自己的信心呢 都不算强 当然提升稳定性呢 对于在往前啊 面对中球挡一拍 效果非常好 但是有的时候 你想来一点点巧的 去泄点力啊 整个效果都不理想 销球呢 是我整体不满意的部分啊 我完全失去了 老款VCP上那种包裹的感觉啊 整体来说 就是球在接触现场的 整个时间的反馈啊 跟我理想的有差距啊 我整个人犹豫 那么球离开现场的时间呢 也显得不明确 我大量的销球啊 都比我预想的弧度要高 侵略性也不足 那这个极大影响了 我的水球上嘛啊 整个基战术 整个节奏 其实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啊 我的打分如下 这个分数呢 是给改装前啊 手感7.9分 舒适8.6分 底线机球8.4 力量7.5 旋转8.6 控制8.6 发球8.4 揭发球8.4 截击8.3分 稳定性8.6分 机动性8.6分 消球8分 随徽7.8分 总分8.2分 总结一下 这支球拍呢 在改装后呢 基本达到了我的要求啊 稳定性舒适是 令我非常惊喜的 但是手感的不足啊 影响了我部分技术的发挥啊 同时啊 不改动下的可打性啊 并不高啊 但是也侧面说明啊 这支球拍是一个不错的平台啊 它的改装潜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个人呢 会推荐 使用一些比较脆的球线啊 并且把线后挥肿啊 做到至少325以上 整个球拍的这个能力呢 才有可能真正的一个释放出来啊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Veco Pro啊 包括DUG 是我非常钟爱的球拍啊 也是这个UNIX 就是这个球拍的整个产品线里面 最接近于 古典品味的一个系列啊 我个人还是希望啊 UNIX在优化球拍性能的同时呢 更多的保留一些原始古典的味道 尤其是当Wilson Blade V8 包含新的Radical 都保留一些更脆 更原始手感的时候啊 我自己并不乐见 Veco Pro整条线做的越来越安静啊 纵使整个性能啊 改动后是达标的 我个人还是会回去打老款的 Veco Pro或者是DUG 关于320克的D的版本 以及330克的H的版本啊 我也也许未来会做一个测评啊 但其实呢 这两只球拍啊 其实是超出了大多数业余爱好者的要求的 尤其是辉重啊 它比前作都增加了 那么反倒是VCP的100啊 也是300克那个版本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选择啊 大家可以留心一下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的测评啊 大家别忘了点赞 订阅留言 并且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二维码呢 在哔哩哔哩的动态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